陈兰的报应终于来临了 她害人不成 反而自己变得疯狂 这时 她才真正认识到罗家祖母的狠利 在别人眼中 陈兰是高高在上的荡家祖母 但实际上 只有她自己知道那只是一个名号而已 罗家真正的实权都在罗家祖母手中 然而 眼看着祖母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陈兰便明白 离自己掌权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正当她沉浸在美梦中无法自拔时 谁曾想罗承文竟要将杨青话台为平期 看着两人在府里恩爱的场景 陈兰心里充满了痛恨 从嫁进罗府的那天开始 陈兰就知道自己是顾明兰的替身 原来 在看到罗承章跟顾明兰的婚事时 罗承文的心已经彻底死了 从小到大 罗承文被教育要是是承让弟弟 担起兄长的责任 在罗承章娶妻生子后 很快罗承文也成了催婚的目标 然而 对于此时的她来说 迎娶哪位女子都已经无所谓了 而陈兰之所以能进府 也只不过是因为她和顾明兰的名字里 都有一个兰字 也因此 罗承文一直喊她兰了 本以为这是对自己的爱称 可直到看见顾明兰的那一刻 陈兰很快便意识到 自己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替身 为了报复他们的所作所为 陈兰故意找人提取河豚的毒素 将她跟茶叶混合在一起 之后更是借着罗承文的手送出去 果然 不出她所料 没过多久 过明兰便在家终身亡了 正当陈兰准备故技重施之时 谁承想最后中毒的人竟然是她自己 不过好在医治及时 这才没有酿成大错 可即便如此 陈兰还是损害了神志 成了人尽皆知的大傻子 而这一切都被罗仪宁看在眼里 觉得这其中必有蹊跷 在罗甚远的帮助下 很快她便扎明了这背后的真相 原来 当年真正害死顾明兰的人是祖母 为了就是避免罗家兄弟之间的隔阂 陈兰不过是她的替罪羊罢了 如今陈兰变啥也是她的手笔 这个时候 罗依宁才意识到 祖母的手段到底有多狠毒 罗依秀第二重身份曝光 难怪她不愿嫁给韩赵 明朗成功报的美人归 看着罗依秀那信誓旦旦的样子 陈兰怎么也没想到 向来听话懂事的小女儿 竟然会反抗自己的意愿 想到前段时间她跟林茂在一起的场景 很快就明白这都是林茂搞的鬼 当场便去找林海如讨谣说法 而这一切都被一旁的罗依宇看在眼里 看着陈兰那怒气冲冲的模样 不由地想起昨晚罗依秀说的那番话 要知道在大言 昏配不仅要讲究门当户对 更重要的是听从梅朔之言 因此在陈兰给她介绍沈家公子时 罗依宇没有任何的怨言 但是在听到罗依秀自由恋爱的言论后 她心里也很是向往那样的生活 因此她做出了此生最重大的决定 那便是在跟沈家公子成婚的时候 带着所有的首饰逃婚 去闯荡属于自己的人生 看着罗依宇这潇洒的举动 一时之间整个京城的女子都开始追求自由 另一边有了亲姐的前车之鉴 无奈之下陈兰只能答应罗依秀跟林茂的亲事 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谁成想再嫁人的前一晚 陈兰突然要跟她谈心 在听到那句她还好吗的时候 瞬间罗依秀就明白 陈兰这是发现了自己的身份 见没有什么隐藏的必要 直接当场说出了所有的真相 她确实不是罗府的六姑娘 而是来自新世纪的一缕幽魂 因为有着那些前世的记忆 所以在看见韩赵时 她没有任何的感情 再加上陈兰的不断胁迫 这让罗依秀对韩赵更加的厌恶 因此才会拒绝跟韩赵的婚事 反观林茂 不仅长相十分帅气 还是事都很贴心 更重要的是 罗依秀能感觉到自己对她的爱意 在知道一切事情的真相后 陈兰逐渐变得呆滞 从这之后 她再也没有过问罗依秀跟林茂的任何事情 罗依秀婚后性情大变 罗依宁跪在床上求放过 谁知祖母为了早点抱孙子 竟然瞒着两人送上壶壶酒 罗依宁这下遭大罪了 对于罗慎远来说 罗依宁是她可以付出生命的爱人 她为了自己甚至可以去死 使经历生死的挚爱 当陆家学拿罗依宁做诱饵 她为了保住三哥 命运去死也不愿让三哥为她受到伤害 罗慎远没有想到 她一个那样的弱女子 竟然比男子都烈性 所以在和英国公联手成功之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求取罗依宁 她不想再等待了也等待不了了 毕竟有着陆家学这样一个疯子 时刻逼迫着罗依宁 抱着罗依宁救援房了 享受雨水之欢 但是因为罗慎远太过于心急 就是房门都忘了关 导致罗依宁的声音响彻整个庭院 所有人都知道这一夜期 姑娘和罗慎远远房了 而祖母听到声音后直呼好 她以为罗依宁回到英国公纳后 从此就不会再回来 还是她孙子有本事 一下子又把她给娶了回来 而罗慎远自从远房之后 仿佛是打开了新世界 除了上朝忙之外 回到家第一件事情 就是抱着罗依宁开始恩爱 后来罗依宁和六舅舅忙着挣钱 将破子开遍天南地北 天天忙着顾不上回家 罗祖母想着这个人再这样下去 啥时候才能报仇孙子 直接让人准备了糊糊酒 送给了罗慎远两人 谁知罗慎远喝完糊糊酒之后 看到罗依宁眼神如同野兽 罗依宁很快就投降了 隔天祖母看到两人睡到日上三竿 就开始着手做小孩子的衣服了 果然不久之后 罗依宁就怀上了身孕 罗慎远得知有了孩子 抱着她更势不撒手 见人就喊她要当爹爹了 心里还想着以后让她多生几个 罗依宁听到羞红了脸 她也是没有想到 平时看着正经的三哥 谁知道婚后性情大变 竟然成了老破奴 最新剧情太劲爆了 罗依宁发现陈兰毒杀顾明兰的事情 引起很大风波 这戏太好看了 看得我日夜颠倒 饭都过不上吃 事情起因是陈兰的大儿子罗怀远之死 本来这是跟顾明兰没关系 谁知陈兰听信了顾明兰推荐的庸医 结果害死了罗怀远 陈兰心里的怨恨像定时炸弹 随时可能爆发 还有个叫乔悦缠的在背后搞鬼 为了对付大方 乔悦缠让罗怀远死了 还让陈兰去对付顾明兰 这招真狠 乔悦缠是截刀杀人的好手 乔悦缠这人野心很大 她的计划不只是挑拨离间 还想让儿子罗轩远得利 这女人挺狡猾的 连罗依宁的出生秘密都知道 想用这位来损害罗依宁的名声 我跟你说乔悦缠真不是一般人 她算计了陈兰和顾明兰 现在又盯上罗依宁 这人怎么这么阴险 为了自己利益 连亲人都不放过 真是让人害怕 罗依宁这次真是赢了 她是怎么发现这些秘密的 据说是从一些小线索开始的 比如 她发现陈兰在提到罗怀远时神色不对劲 还有乔悦缠和罗轩远之间 有些奇怪的眼神交流 罗依宁确实挺聪明 她一步步查下来 把那些不相关的线索连起来了 换作是你 能发现这么复杂的阴谋吗 我估计不行 可能就是被算计的那个 这个剧情挺让人吃惊和深思的 陈兰因为儿子去世了 就对顾明兰下毒 这种心情其实也能理解 不过 用读这种报复方式确实有点过头 至于乔悦缠 为了自己的好处 竟然不顾别人的性命 这种做法真让人不能接受 但想想 如果处在那样的环境里 为了活命和利益 很多人可能会变得不怎么挑手段 这样想来 要是我们遇到这种情况 会不会也这么做 现在的问题是 罗依宁知道这些秘密后会怎么行动 她是会选择揭露真相 还是为了家族名声而保密 如果她选择公开 陈兰和乔悦长会有怎样的结果 如果她选择隐瞒 又要怎么面对那些知情的家人 我觉得罗依宁怎么做都会遇到大问题 这不只是她个人的事 还连着家族的利害和名声 你说呢 要是你处在她的位置 会怎么办 不得不说 这部剧真挺吸引人的 每集都寻疑重重 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打算 看完之后 我开始怀疑身边的人了 不知道他们背后有没有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锦绣安宁这部剧让我们想了很多 她不只是讲家庭关系的剧 更像是反映了人性复杂和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 看完了 你是不是也有点感同身受 反正我是挺受触动的 心里一直不平静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